星期二,洛杉磯市議會未能推翻市場巴士的決議 他此前否決了關於改革洛杉磯警察局的提案 據悉,該提案由洛杉磯市議會提出 內容包括賦予警察局局長權力 可以立即解僱有嚴重不當行為的警員 目前,洛杉磯警察局局長只能建議解僱警員 而最終的決定權在紀律審查委員會手中 市場巴士在7月15日否決了該提案 他認為這個提案可能無法真正解決 洛杉磯警察局在紀律處分制度方面的深層次問題 由於市議會未能推翻巴士的決議 該提案將無法在11月進行公投表決